哈喽,今天咱们来做一款非常可爱的彩虹款 首先呢,我用四色新笔里面的健康色01号 先薄薄的打了一遍的 这个颜色它真的特别好涂 然后四个颜色素色版给你们拐在下方小黄车上 然后再用瓶装的极致白假药胶画了小云朵 再用12色的荧光胶呢,给它画出这种小水滴的感觉 然后怎么画好以后可以去照灯 无名指薄薄的上一个泵地胶的03号 薄一点啊,中指的话 把咱们的这种赤窗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拿出来 同样用到的是荧光色啊 然后给它画上 画好以后呢,你可以一条一照灯 因为假药胶嘛,它是比较不如彩虹胶饱和的啊 然后呢,咱们再给它用瓶装的这个极致白 给它画上云朵 再画上小星星,小波点 小星星的话呢,咱们要画的把这个弧度画出来 让它显得更精致一点 然后全部画好以后照灯 湿尺的话呢,我用极白的彩绘胶先画了一个边框 因为极白的彩绘胶它比较饱和 拉线条会非常的好用 画好以后呢,我再用假药胶画了这种云朵 然后今天我用的所有东西小店里面都有啊 咱们可以直接去小店里面下单 咱们画好以后照灯,然后彩绘的地方全部上加固 最后上冰晶封层就完成了 学会了吗?我是优夏 艾蜜甲超关爱男人 双击哦,摸摸啦!